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薛佳明老师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同学 已经在开始准备明年的NMOS比赛了 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NMOS比赛 以及对它的考点做出一些分析 好 首先来看它的基本信息 全称是新加坡国家数学奥林匹克 主办方是新加坡数理中学NUSH 可以参赛的学生 两个年级P4和P5 每年基本上都在5000元左右 它的含金量在新加坡奥数比赛当中 是可以排进前三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获得它的金牌或者银牌 那在小六DSA当中是很有帮助的 那提到奖项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样设置的 在所有参赛学中当中 如果你排进了百分之前1.5 那你可以获得金牌 每年基本上是在80元左右 然后依次的8.5%和20% 分别是银牌和铜牌 分别300枚和600枚 那如果表现特别出色 你进入到了前30名 那你是可以看到自己具体的名次 并且参加颁奖典礼的 那如果再出色一点 进入到了前20名 那你会被邀请进入新加坡国家少年集训队 准备IMSO的比赛 就进入到国家队了 好 那知道它奖项的设置 那它的比赛是如何比的呢 它有两轮的设置 第一轮的试题一共有30道题 限时90分钟 这30道题根据题目的档次 1到10 11到20 21到30 难度依次上升 分值也逐渐变大 总共是60分 然后二轮试题 它考试时间是60分钟 它的难度是要明显比第一轮要大的 只有20道题目 那它的奖项是根据一轮和二轮 你得分进行相加而得出来的 因为它这样的设置呢 根据往年的经验 只要你能进入到二轮比赛当中 不论你二轮的成绩怎样 最终呢 都应该是有一个银牌的 好 那知道了它的比赛奖项的重要性 那我们就要好好准备它了 就需要搞清楚 NMOS它到底考些什么内容 所以现在给大家做一个考点分析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统计的数据 这个是07年到21年 我们做了所有NMOS的真题 把题目当中所考察的真实点 分成了七个模块 计算 计数 应用题 几何 数论 形成 杂题 然后把每个模块所考察题目的分值 进行个相加 统计出来了每一年的分值数 以及它的平均分值 通过这个统计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其中几何以及应用题 这两个模块是占比分值比较大的 所以如果你想好好准备NMOS的话 肯定是要在这两个模块上下功夫的 包括从题量来看 几何占比是23.10% 应用题占比是28.33% 那有同学都说了 是不是我把这两个模块给它搞定了 我就可以拿下这个NMOS的半壁江山 就可以获得奖项了呢 肯定是对的 但又不完全对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两个模块是包含很多知识点的 你到底要重点掌握哪些知识点呢 你肯定还得搞清楚的 所以现在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在应用题模号当中 你最需要注意的是分摆应用题 以及比例应用题 这两个应用题的类型 在NMOS当中是考了又考 占比非常多的 而在几何当中 它是角度计算和几何模型占比比较大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分数百分数应用题 以及比例应用题 就是22年考察的题目 然后21年也在考 19年也在考 并且这还不是这三年全部所考察的内容 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放上来 那对于这些题目呢 它所考察的内容 其实是比较基础的 尤其是比例应用题 因为对于大多数四年级同学来说 在校内还没有接触过 所以它并不会把比例应用题的难度 设置得很高 其实分数应用题也是 它不会设计特别复杂的 通常情况下 你可以用列方程的方式 或者简单的量率对应 就可以解决问题 那在几何模块当中 它所考察的是角度问题和面积问题 同样也是偏基础 拿角度问题来说 大家可以看右上角这个题目 这道题其实你只需要把 左下角和右下角这两个角表示出来 分别是90度减角A 90度减角B 90度减角B 和上面的角A60度 这三个角是三角形 三个内角 它的合是180度 可以很快的找到A加B就是60度 所以你看 它只要把角度的关系表示一下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那在面积问题当中 它对一半模型的考察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们把EC连起来 EDC它是下面长方形的一半 也是斜着长方形的一半 从而两个长方形的面积是相等的 这道题就做完了 所以在几何模块当中 这些内容你是需要留意的 你看也是在每一年当中 都会考察到类似的题目 好 那有同学就说了 我把这些内容 这些继续点全部搞会 那我是不是就能得奖了呢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你认真听的话 就会发现 我刚才在介绍的时候 告诉大家 这些内容是比较基础的 而在竞赛当中 你想要得奖 需要得分比别人更高 那你需要把那些难题都做对 那NMOS当中的难题 重点是哪些呢 也给大家做了统计 是在技术数论形成这三个模块当中 所以如果你想得奖冲金牌的话 需要在这三个模块当中 额外的占下更多的功夫 我表达的应该够清楚了 好 那针对这些内容 通过这一个视频 你只能明白它到底要考哪些 那为了保证大家学会呢 我们在今后会录这些知识点的讲解视频 通过立题真题来教会大家 它到底通过什么样的知识点来进行解题的 那之后的视频内容 我们就会围告的这些知识点 其中黄色部分是NMOS会考察到的 我们会把其中的重点难点 给大家进行录视频讲解 所以在准备NMOS以及其他竞赛的同学 你可以订阅关注我们 在之后的视频当中 我们会一起学习 帮助大家来备考奥赛 感谢观看